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一個就是抓螢幕上畫面的 其實如果沒有任何工具 請問你要抓螢幕上畫面你會怎麼做 鍵盤上有一個按鍵對不對 叫print screen 但是你不要忘記的 那個按鍵的話 會全螢幕都抓 所以會包括了什麼 包括這下面對不對 還有一些不必要的 那你就還要再做裁切嘛 那麼這樣就比較麻煩 其實如果說 你沒有任何工具要記得 那個工具可以搭配一個快速鍵 叫做 這個 ALT ALT ALT加print screen 喔 抱歉 ALT加上print screen的話 可以怎麼樣 抓所謂的作用中視窗 所謂的作用中視窗就是 我今天如果我的 應用程式是不是有這麼大 對不對 那你的ALT加print screen 他就只有抓這裡 不會抓到下面這裡 這是在沒有任何工具之下的話 你可以搭配使用的 但是呢我們常常需要都是只有局部 那你可以搭配像這樣pick 你解壓之後就直接點兩下 點兩下 會發現在 右下角會有一個這個調色盤 他都是中文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比如說我現在在這裡 我想要抓這個畫面 你只要點一下他左鍵就好了 有沒有螢幕截取 他這個功能還蠻多的 我們主要是看他抓矩形區域 我就從這邊 直接 在我要的地方按住拖曳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 會有一個尺寸對不對 然後呢 在最下面右手邊 最下面 他還會有放大的區塊 讓你去看 這裡有沒有對到那裡 右下角 當然這個畫面 有可能會跳 因為會跟你的那個擷取位置有關 所以就看你 到哪邊 假設到這裡 放開 有沒有就抓下來了 那你抓下來之後呢 看到這裡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很像什麼 小畫家對不對 新版的就Windows7上小畫家 已經長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好先設好顏色 然後呢我想要在這邊加一個 矩形 做說明 你也可以加上這個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告訴他 這個就是這一張 箭頭 對不對 好那如果說你有某些區塊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希望 這個是一個馬賽克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選一個範圍 把它框起來 在這邊可以加上馬賽克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 希望 我們的 比如說你有 你要介紹那個登錄的 畫面 可是是我的帳號密碼 你先把它 馬賽克掉 不適合的畫面 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 配合選取區 來做 好了之後就直接複製 然後呢 就貼上囉 所以你看像我們剛剛這邊 剛剛這裡 我就直接貼到Google裡面來 有沒有進來 對不對 所以順便介紹大家一個功能 如果你用Gmail在寫信的時候 搭配他的Google的Chrome瀏覽器 你複製的 直接貼上就好了 他就進來了 但是記得喔 你不要拿IE開玩笑喔 因為IE不支援這個功能 火狐也不支援 只有Google自己的 因為這個是等於他針對他的服務 特別做的處理 所以你只要複製好之後 圖片 直接貼上 也就是說剪接部內容是可以直接貼上的 不需要再另存圖片 然後插入圖片再顯示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Web端比較麻煩就是這個 對不對 如果你是用像Outlook什麼之類就是夾在附件 一樣的功能 但是這邊就變得比較簡化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子去做 那麼今天 如果你這個抓完了 我可能還有第二個第三個 沒有關係 你可以繼續做 比如說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那我想要繼續做的話 夾這 範圍是一樣的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叫做 重複上一次的 你要 兩次都一樣 有點困難 但是重複上一次的 是不是就自動抓起來了 而且比較重要是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上一次的還在 這很重要啊 因為 有些時候不小心 我這張還要再用一次啊 如果你沒有存起來的話 所以你只要 還開著的 這邊都可以繼續使用 都可以繼續使用 而且剛剛編輯的這個 都還可以繼續編輯 都還可以繼續編輯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它 合起來的話 就是把它存 存檔的話 直接從這邊直接存檔就好 直接就可以從這邊存檔 所以 Pickupick它有它的好處 像這樣我們在抓東西 就還蠻方便的 好 那我就把它還給您囉